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罗政治 文星起义 My Radio 201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My Radio 和普罗政治學院的支持者 大家好 我是毓文 快有新年 農曆新年 今年是羊年 今次是羊年 祝大家喜喜羊羊 萬事而遇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My Radio 和普罗政治學院 祝大家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喜喜羊羊 今年我們在《同義院時報》 在維園有一個攤位 大家可以來這裡支持一下我們 這是新版的 有螢光的 黑雀看到密通斐淚 四個字 有螢光的 這是新版 另外 有一件就是 身土不移 愛香港 現在 大家都知道 本土運動已經是興起 令梁振英 六八九 也要點名 批判 學院的 所謂 命運 自決 香港民族自決 又被他點名 批評 打壓言論自由 新土不移 新土不移 愛香港 今年年宵 可以賣 另外我們有個 靠蜜袋 新的袋 這是 民聲喜怡 大家 希望可以來年宵 捧場 支持一下我們 李懿 除了這些之外 今年呢 我自己有些書在賣 另外呢 李懿有本新書 就叫做 《最壞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普羅幫他 代賣這本書 這本書 書局 應該可以賣 在年宵 我們也有這本書 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李懿 因為李懿支持本土運動 我們也支持李懿 李懿又支持我們 大家可以來買這本書 在我們的年宵 攤位裏面 就有這本書買的 對吧 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遲些可能會搞個新書 發佈會 請李懿先生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的新年 希望大家可以來維園 當然是這個年宵 新年之前 農曆新年之前 陽年 我們就會在這個 應該不知是年24 還是年25開始 大家留意我們的報道 我們就會在這個年宵市場 和大家見面 我幾乎每天都會在這裡 我們要有很多禮物送給大家 大家也會送一些 一些心意給我們 因為事實上 又是在在需才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的書 搞不成 因為佔領民動 虧了很多錢 我們希望在年宵市場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至少在年宵市場 大家來買一件衣服 買一本書 或者支持一下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發展 特別是買Radio 做多一些好聽的節目給大家 即使我們希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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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o absorb for something 星期間 早 早晨 這個 MyRadio 及12月時報 聯播的早晨節目 這enti ribumes 會來講講這次 歐元的危機就是希臘的狀況 之前選舉申選了激進左翼聯盟 激進左翼聯盟就上台 新任總理齊普拉斯就上台 齊普拉斯就很棒的激進左翼聯盟 激進左翼聯盟當然是激進和左翼 但是他上台又和右翼的正常 極右的團體又組成這個聯合執政聯盟 所以究竟是左還是右呢就很奇怪 但是激進當然 因為現時的狀況也很激進 大家都知道齊普拉斯是很魅力型的政治人物 都是搞學運出身的 但是其實他就不是 終生都是職業搞社運的 他是建築師來的 就是有事做的這個人 就是有 激於無奈才出來搞政 他是有用的人來的 當然他是激進派會上台還會執政 你就知道那個民情 民怨去到一個什麼地步 那為什麼會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個很民粹的結果 因為是很簡單的 去到一個嚴重的債務危機 接著是一個主張 不要亂還錢 不要亂還 不要再緊縮警察 其實是一個 以一個反緊縮政策的綱領 然後呢 帶來到這個最大的政治效益 結果呢 就成為這個新任的希臘總理 以極年輕的稅數 這樣 然後呢 上了任之後 那怎麼辦呢 那到底會怎樣去處理 這個這樣的債務問題呢 那處理的方法是相當之好的 就是不還 就是不還 第一就是 因為希臘那個 由這個這樣的金融海嘯 至現在 一直都是未復甦的 然後 然後 是國內的情況 因為債務的問題 一直都在惡化 經濟的情況 亦都一直在惡化 那之前 就因為接受了 這個這樣的 各國的 就是歐元區的盟友的援助 這樣就 簽署了一些 緊縮的政策 這樣就收緊一個 社會的福利的開支 還有就是要省錢 減少這個政府的投資 希望令到政府本身的財政趨向穩健 但是 在發展下來 似乎就對希臘的振興經濟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希臘是沒有東西的 希臘真的有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的出產呢 那些產出呢 那些 你是旅遊 然後出產 希臘是出產什麼 我忘記了 希臘是出產生果 沒有什麼意義的出產 是有些水果 有些果物出產 如果你知道的話 在車門更正 以我記憶中 只是只得生果 好像得生果那些出口 比較大規模 接著然後呢 接著然後呢 就主張 新任這個政府 上台 第一就是 反對緊縮政策 就認為緊縮政策 是對於這個振興經濟 是沒有幫助的 第二就是 處理那個債務的問題 就是 很少人有這樣的政治綱領 是主張是違約的 主張就是說 就是還要是大家 批評他違約 就是大家不如說 這些一筆勾銷 如果你們不敢追我債 那我財務不是很健康嗎 嘩 真是很容易上天海 就是 難怪是會令到大家覺得 嘩 真是很有魅力 這樣都說得出 就是 你敢想像就行了 但實質上你要面對的 就是一個 就是 歐元國家的追債呢 其實因為你簽了約 的問題 那些這樣 OK 好了 然後 真的正式上台 反緊縮政策 反對再進行緊縮政策 甚至主張說應該學習 好像是美國 這樣 就用刺激經濟的方案 去拉動經濟 但你怎樣刺激呢 以自己去類比美國 就說得很漂亮 但事實上 是 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不是美國 你不是掌握著 全球 世界貨幣的印鈔權 你不是掌握著 你不是掌握著石油 你也不是掌握著 你也再說一次 沒有什麼出口的經濟實力 好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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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違約 不還錢 或者 我不依照 歐元聯盟的承諾 去緊縮 去進行緊縮政策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那你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 但與此同時 你也是歐元的成員國 如果你不去做歐元的成員國 所要求緊縮政策的承諾 以及做你的還款 其實還款一定還不到的 但問題就是 你還不到款 你還可以再繼續向歐洲央行 去要求緊急的貸款 要求緊急的貸款 或者是繼續要求其他歐元的成員國 去德國 德國、法國 去繼續援助你 都是可以的 都是會做的 但當然 你有借必然有還的 你再繼續這樣去借貸 就必然是會有 必然是會有更多 更多的要求 例如要你財務變得更加穩健 我作為債主 我當然是希望你有更好的還款能力 你開完開不了 希望你截留 但是 他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齊普拉斯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認為 他的綱領就是說 緊縮政策無助經濟發展 但是你如果不遵照這個緊縮政策 他又不願意退出這個歐元區 原因就是因為他覺得 歐洲是屬於所有歐洲人的 多厲害 這是政治家 歐洲是一個大家的家庭 你無法無故說我不是一個家庭的成員 這個家是屬於大家的 我也是有份的 所以你們不能用這些霸權 妄固 就是 立暖去決定我們希臘的前途 他真的很有霸氣 因為他接受這個德國雜誌訪問的時候 就說對這個新政府 就是他們自己的希臘政府 來說 緊縮計劃已經失效了 要求延長救助計劃 這些只是浪費時間 是毫無意義的事 但就好像你剛才所說 記者再去追問 你會不會退出歐元區 覺得希臘 他就說他沒有這樣的打算 他覺得希臘仍然應該要留在歐元區 是的 你將我和他重複一次 你幹什麼 他就說了 歐洲是大家的家庭 是歐洲人的大家庭 他是不會退出的 那這樣 然後 那這樣 那不就是你玩了 你就玩了 你要繼續用歐羅 但又不守別人的遊戲規則 那你有什麼把柄 那個把柄 那個把柄就是這個這樣的 歐元本身的結構性問題 之前我們在節目講過 如果你可以隨便踢人走的話 你可以隨便踢人走的話 那整個歐元成立的目的 就會變得很奇怪了 原來是沒有援助機制的 但是 希臘 就是齊寶拉斯這個上台 因為他這個霸氣的表現 又提供了一個借口 去給歐元 或者歐洲的一些強勢國家 有比較強烈的 有比較強烈的理由 就是他灑爛灑到這樣 他灑爛灑到這樣 會不會有更強烈的理據 可以將他踢走呢 那些關鍵就會在今個禮拜出現了 因為之前他們進行了一個 這樣的談判 進行了一個 歐元區的財長會議 進行了一個會議 提供了一個offer 那個offer是怎樣的 他就要希臘接受 將現在涉及總值 2400億 歐元的救助方案 協議延長六個月 要他今個星期五之前 就給回復 因為要在三月之前 他回復完之後 給其他國家再開會 接不接受 所以就要他今個星期五之前回復了 如果不是三月的時候 他就會孤立無緣 沒有辦法再得到歐元區 以及IMF這五年來 給希臘的一個救助貸款 是 那你可不可以講細節一點 他的offer 現在現時的offer 是什麼 因為我不記得一些細節 他現在對那個 星期五之前要回復的 那個援助 那個offer是什麼 還有那個條件是什麼 你有沒有的 你們有沒有的 有沒有人有的 他就說 要在周五之前 就是剛才說 實施那個2400億的歐元救援計劃 如果得了 就會啟動這個 70億的歐元的緊急資金 但是那個要求是什麼 要求 那個要求是什麼 你幾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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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街頭 等我還說這麼多 跟你爭取時間吃屎 你真是 這個是 其實已經是放軟了新段 這個這樣的 歐洲央行那邊 是放軟了新段 是願意提供這個緊急貸款的 但是當然 那個條件 當然是要求他 繼續去進行這個緊縮政策 以及 亦都是 要 要 這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 希臘 在接下來的償還債務上面 有一些額外的條款 但是 希臘呢 就是希臘的財長 是旋跡 就立即 就否決了 還有呢 就打開口牌 就是說 他們在原本 正式開會 談之前 其實呢 這個這樣的財長會議 這個這樣的 歐洲央行那邊 原本是有一個 更好的offer 去跟他們說 然後 然後他們才 埋桌 但一埋桌 結果 都是要求他們 進行緊縮政策 他們覺得 就是不可接受 就是不可接受 這個就是 當然 這個這樣的 裁長那方面 就覺得是 歐洲央行那邊 就覺得 當然是否認 當然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還有 大家只不過是 就是 希臘那方面 就是堅持 就是一定要放寬 那個緊縮政策 那個條款 不能夠 不能夠 硬性規定 不能夠 硬性規定 一定要進行緊縮政策 但是現在換取到的條件 就是 只是換取到歐元區 就是指 至於是否進行緊縮政策 是存有一定的彈性的 就是可以說 這件事情還有斟酌 究竟緊到什麼地步 是不是一定要緊 你都可能可以向他們的選民交代 但是 齊普拉斯這方面 就完全就不跟他 不跟他談 喂 彈性太弱了 我們現在不是要彈性 我們要直接說 不需要遵守你的緊縮政策 然後你繼續提供援助 要去到這樣的地步 這樣就真的很難爭 那就是很難爭 所以 破裂的機會 就很高的 但是究竟 是不是真的去到星期五 就會破裂呢 我自己就 很 就是我不敢判斷 因為如果 是 這個這樣的 歐洲 這個歐元區的首腦 這幫大佬 德國 法國那些 是強硬把希臘踢走的話 這個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留意是什麼 留意在他們 這個會談之前 齊普拉斯 齊普拉斯 上台之後 上任之後 第一個接受訪問 或者是第一個去接觸的一個國家 就不是跟德國 不是跟這些這樣的法國 或者是一些傳統的 即是你 supposed要跟他交涉的一些這樣的國家 歐洲國家 去進行這個這樣的 首先進行這個這樣的外交會面 他第一個進行外交會面的國家 就是俄羅斯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以及一個政治手段 因為希臘是處於一個地中海的位置 他也是有一個地緣政治上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的一個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戰略的重要位置 雖然他本身 希臘這個國家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 希臘變成了一個親俄羅斯國家的話 那麼 俄羅斯對於歐洲的影響力 和勢力 在軍事上 和地理上 在地緣上來講 就會對一些歐洲的大國 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和威脅 所以呢 希臘是一個 雖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是呢 在地緣關係上來講 他是處於一個歐洲的一個 關防的位置來的 如果一旦 這個這樣的希臘 落了在俄羅斯手中 又或者變成了一個 希臘的俄羅斯的盟友的話 對整個歐洲的影響 是會很巨大的 所以雖然在一個 表面上的條款上來講 齊普拉斯現在的姿態 已經是去到歐元 歐羅的成員國 理論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狀態 理論上是一定 是一定是應該將他踢走的 但是問題呢 去到現在 去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如果你真的踢走了他 尤其是齊普拉斯這麼激進的主張 和這麼大膽的作風的話 他會不會忽然之間搖身一變 變成了這個這樣的親俄的國家呢 譬如你看到他上台之後 很多舉動都是令人很震驚的 譬如他那個碼頭的業務 原本上屆政府已經在進行私有化的工作 那個是跟中國有關的 那個應該是中遠海外的發展項目 已經在進行簽好合約 已經在進行私有化的程序 到最後階段 臨換一句他也可以叫停他 他說這個是上屆政府答應你的 如果我選過我就不可以答應你 因為我沒有看過條款 我要收回來我要再做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後跟你國家簽訂的合約 只能夠簽四年 或者簽五年 那不能搞的 做一做一做一做 你可以突然停止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當然 齊寶拉斯之所以能夠上台 就是因為一些激烈的主張 激進的主張 但拉斯一箱 希臘說沒有這樣的實力 沒有這個實力去支持他現在的主張 譬如他去說 就是相當美好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不參考美國的做法 美國也沒有進行緊縮政策 美國也一樣在這個 美國也一樣在這個金融海嘯危機裡面 重新站起來 但是你兩方面的實力 是完全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被人引到銀子 這個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但是你說齊寶拉斯是傻的 他又不是傻的 你從他一開始就接觸俄羅斯 你一上任就去接見俄羅斯的來士 你就看得出 所有事情 其實實質上抵律 如何振興經濟 這些都是假的 這些都是假的 最主要就是 其實在玩一個政治手腕 就是你夠不夠膽 趴我走 你一趴我走 我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 我就不再是歐美的盟友 所以這件事情 尤其是俄羅斯和歐美國家 當然啦 俄羅斯現在都習慣了 俄羅斯在這個 在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下 在勞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 都沒有辦法 都唯有簽署這個條款 承諾就不去 再去干預 即是有幾點條款 我忘記了條款是什麼 總之就是烏克蘭的事情 我不管了 那些 但是俄羅斯之所以會簽這個 烏克蘭的 我不再干預條款 是因為 在烏克蘭的北部 本身就已經有大量的俄語區存在 他就算承諾了他 不去干預 那個地方都會有一個離心在 傾向他那邊 因為只是他們的語言 他們的文化習慣 本身就已經是親俄羅斯的 就算你沒有一些軍事援助 烏克蘭始終會長期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俄羅斯要去搞他也不急於一時 都不急於一時 所以你說烏克蘭的危機 雖然普京已經慣低了 因為美國玩東西 美元的大幅波動 令到石油的價格大幅波動 令到俄羅斯的路波急速貶值 去到一個近乎破產的邊緣 令到普京都頂不住 所以他們都不跟你請一時之強 於是就跟你簽署條款 但因為他不急於一時 他不急於一時 所以對於歐美國家來說 俄羅斯的威脅依然存在 如果在歐元債務問題上的爭拗 踢走了希臘 然後令到他變成一個親俄羅斯國家 在整個地緣的政治環境下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究竟去到星期五 現在就說星期五是最後通牒 但是究竟星期五的最後通牒 是會怎樣呢 我現在都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會相當好看 如果真的覺得 如果真的覺得去到沒有耐性 真的要 真的要 攀走這個希臘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之 相當之精彩的一個 一個 國際政治的一個大的變動 我是相當之期待的 大坑你剛才說的 搞得都是埋去怕的 因為補充剛才的資料 德國其實一直在談的時候 德國都表示 只要希臘願意去延長這個計劃 德國就不會再堅持 一定要希臘去執行所有現在計劃的條款 包括那些可以商討一下放寬財政盈餘的目標 你的數字可以減低一點 還有你出售政府的資產的條件 都還可以談一下 不就是說有彈性 但是又有彈性 但是齊普拉斯那方面 也覺得有彈性不夠 只是說有彈性不夠 你要承諾我 我要徹底地賴債 我要賴到極限 現在希臘是一個歐洲的亞視 歐洲亞視的地步 大家都要買他怕的 但當然你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釘他牌 你釘他牌 但是歐洲的情況就不同 香港的情況就是 香港的情況就是你不釘他牌 歐洲的情況就是你釘他牌 其實本身之前的會議 其實歐洲已經是歐洲裁長 就是歐羅的聯盟 其實已經是相當之放下身段 是很放下身段的 但問題就是齊普拉斯 我覺得這一仗是過了火位 其實他的那塊爛斬 無論是會見俄羅斯 或者是強勢的 這個徹底賴債的姿態 其實已經收到成效了 你已經是迫使了這個歐盟 不是歐盟 對不起我講錯了 這個歐羅的成員國 已經是願意放下姿態 就是說 好了我遷就你了 你小孩子發脾氣 那些這樣 但是去到昨天的結果就是 有彈性都不能夠 我要徹底地罵 總之我怎樣都不緊縮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勢是在他們那裡的 但是問題就是 去到這樣的地步 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呢 所以就算在齊普拉斯上台 大家都很激烈的爭議 就是究竟齊普拉斯 是否適合作為一個國家元首呢 究竟這麼具有革命色彩的人物 究竟能不能夠領導到一個國家呢 這是一個關鍵的考驗來的 事實上他的魅力很夠 他也作風很大膽 提出的事情都很破格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你也有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很無賴 但是那個收放的問題 去到這麼極端的情況下 如果去到對方已經軟化 你稍微都不收一收的話 那星期五到底會不會出現 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小弟是相當之期待的 OK 那就好了 休息一會